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何时听过有任何一个真正修行人饿死的 没听过 唐朝道孙和尚 他是我们律宗的开山祖师 他一天吃一餐 他是修戒律的 过宗不吃 他那餐饭天人供养 是历史上有记载的 他也不用托拨 也不用信徒送来天人供养 他是真实的 自自然言佛菩萨护法神 找些护法送来 不需要你操心 这才是正确的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信 没有 所以他的信法是半信半疑 不会深信 所以愿亦就不切 念佛亦就有口无心 所以念佛的人很多 往生的人少 原因是这里 不是经不靓 不是佛号不靓 经和佛号是真靓 你不相信就没办法了 所以相信的人心清静 对生活一点都不忧虑 一点牵挂都没有 根本就不问 明天还未到 急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学佛人 诸法护念 隆天拥护 真正的福慧 世间人为生活操心的 福薄 无福 日子过得很苦 有福的人不操心 一些心都不操 佛菩萨安排 那多自在呢 最大的福报 最殊胜 最难得的 是在这一生中 永脱轮回 往生淨土 完成佛道 这种福报 老实说 是诸佛菩萨所羡慕的 我们这一生中都得道了 世间人知道求福 求慧 不知去哪里求 不知怎样去受 真正可惜 忘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